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匈牙利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姬一诚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谢亚多比德 在参与布鲁斯尔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后表示 我们确保欧盟针对俄罗斯采取的第九个制裁方案 不会危及匈牙利的国家利益 因此不会有影响能源领域的新措施 匈牙利完成欧盟委员会在欧盟资源谈判中要求的一切 为了获得欧盟资金 政府完全配合委员会的工作 一周前布鲁斯尔针对俄罗斯石油的措施生效 欧洲实施一项制裁 禁止交易通过管道运底的原油 并对通过船运运底的原油设定价格上限 匈牙利免于采取这些措施 但市场效应也波及到这里 慈善燃木源源不断地送到贫困群众的家中 超过30万立方米的木材 分发到全国约2400个定居点 将近19万个家庭将获得免费的燃料 从而减轻他们的危机状况 政府今年还将为该计划提供50亿福令 匈牙利国家储蓄银行收购乌兹别克斯坦的抵押银行 双方于今日签署合同 国内最大的商业金融机构早就计划涉足欧洲以外的地区 虽然之前的消息是越南 但现在他们选择了这个中亚国家第五大的银行 拥有超过160万的普通和重要的企业客户 储蓄银行总裁兼首席质询官 谈到这笔大规模消息时表示 他们的目标是让储蓄银行集团 长期成为乌兹别克斯坦银行市场的主导者 周一全国多处道路湿滑结冰发生事故 国家的多个地区出现降雪 专家强调还没有将爱车的夏季轮胎 更换为冬季轮胎的车主 现在不要拖延 这样也可以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